第五题,第五题,第六题是题主,现在市面上有免插电也不用瓦斯就可以吃的火锅产品,此产品的内锅有火锅食材,而外锅有一个主要成分为氧化钙的加热包,使用前只要在内外锅加入冷水,此时加热包中的氧化钙会与水产生反应,过一阵子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火锅了,请回答五到六题。 第五题是问我们说,氧化钙是理化课程介绍过的化合物,关于氧化钙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,A俗称是熟石灰是错的,氧化钙的俗称叫做石灰或生石灰,熟石灰是氢氧化钙,选项A错,选项B化学室是CAO2是错的,氧化钙的化学室是CAO,所以选项B是错的,选项C溶浴水沉中性也是错的, 我们的氧化钙俗称叫做石灰生石灰,熔与水是石灰水,氢氧化钙是成碱性的,选项C是错的,选项株,高炉链链时氧化钙会与铁矿中的泥沙结合形成溶渣,这是对的,这是老师上课教过的,我们丢入碳酸钙,在高炉中受热分解产生氧化钙,氧化钙会跟泥沙 二氧化钙作用产生偏细酸钙,俗称叫做溶渣,选项株是对的,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,下列合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株,高炉链链时氧化钙会与铁矿中的泥沙结合形成溶渣, 来吧